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在奋斗着自己的生活 我是杭州之声电台主播 美晨 五一乐逍遥 美晨来报告 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收听杭州之声 我是美美的美晨 当然 此时此后要问一下此刻正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 你是依然堵在路上呢 还是已经到家和家人团聚了呢 有没有想好去哪里去玩呢 欢迎你和我进行互动交流 可以打电话过来 美晨你好 你好 我是一名妈妈 妈妈 那您的声音还真的挺有磁性的 我是女中阴的妈妈 真好听 我的孩子还不到一岁 我老公特别有名 我老公就是中央电视台幸福账单的主持人 他叫龚妍 你认识吗 那个帅哥呀 我可喜欢他了 长得又帅 特别有福气 他长得帅不行 关键问题就是他原来吧 我们有孩子之前他对我特别好 特别懂浪漫 我们纪念日啊 节日啊都记得特别清楚 还有礼物惊喜送给我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吧 他这些浪漫事都没了 原来总怕我漂亮 现在一回家就怕宝宝可爱 原来总给我买东西 现在一回家就给他儿子买东西 你说你能不能送首歌给他呀 让他听一听 让他找一找当年我们在一块那个浪漫的感觉 真好 我觉得您特别有心 首先我觉得肯定小宝宝特别可爱 所以说他才会天天都看宝宝 对不对 我觉得话不多说了 还是给您送去歌声比较好 好 两个人的地球送给你们 谢谢 这就是你们最好的爱情 好的 这位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很开心 遇到你们 来吧美成 美成终于见到本人了 一直是在演播室里是吗 就是在那个叫直播间 美成你介绍一下 我就是刚才打电话那位女性的老公 没有 经常有打电话问你实际的一些问题 是不是 有没有特殊的事情 对 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正在做节目 然后当天还是 我们有一个板块叫做美成变女神 然后可以打电话来 让我给他们唱歌 然后当一天我分手了 我和男朋友分手 然后他们就让我唱一首 他们觉得非常好听的歌曲 一次就好 然后我 这就会累奔了 对这是真的事 然后当时我搭档明辉 然后他就给我递纸巾这样的 就在旁边 因为我是边唱边哭 因为那一天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直播 所以说也不得不会遇到很多 自己的一些烦心事 或者说自己感情上的一些经历等等 这个是给我印象挺深刻的 在当天 真的是给别人带去了快乐 但是好像自己啊 内心当中确实 这个心情难以平复 后来回去想了很多 可能也觉得 哎 没什么 过去就过去了 通过这一首歌 好像真的也 自己抒发了一些感情 然后一些情绪 我觉得也挺好的 其实我特别欣赏电台的节目 是可以把自己的声音完全展现给听众 而且是 但是因为太帅了 你干什么 你什么时候需要搭档吗 你什么时候去 我特别需要 咱俩搭档 你比我搭档帅多 我走了 那也没用 电台也看不着母样 我觉得 他俩这个 很搭了 今天 还不错 带他走吧 带他飞 真的可以吗 我就脱离幸福三宝了 好的 你报交怎样的账单 账单是 6400元的一个 类似于 小型各友会的一个资助费吧 好吧 来 加油 60元倒计几几几几几几 3 2 我愿意 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我知道 一切不容易 我的心 一直温馨 说服自己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分语 只要你的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 我们都需要勇气 去相信会在一起 人潮拥挤 我们感觉你 放在我手心里 你的真心 谢谢 你获得了160票的挑战时间 适合你 谢谢 加油了 好不好 再次劝一下账单金额是 6400元 6400元的 演唱会的一个资助费 演唱会的筹备费 加油 加油吧 来 不如挑战区 谢谢 非常遗憾地宣布 美辰的账单取消